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在说之前我们有一个简单祈祷 我们感谢天库 让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葡萄园这个比喻 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刻的时候 弟兄姊妹都能够领受当中的提醒和教导 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交给上帝 求主你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恭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刚才多谢志伟传道读了那次经文 我约略去描述多一次 原主亲自去找工人去葡萄园工作 从清晨开始 清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早上六点 然后在早上的九点十二点和下午三点 每隔三个小时都出去找工人 六点就应该收工 但是他还要在之前的一钟之下午 五点钟还要去找工人 第一批的工人 他定好了工价是一个银币 一个银币大概是一家人一天 一整天的洗费 其后那四批请回来的 只是说我会给合理的工钱给你 好了 去到黄昏 出粮的时候 他是从后来的开始 每个人都得到一个银币 最先来的就以为这样可能会多些 但是发觉不是了 所以他就埋怨原主 而去到第十五节 原主就会反问 他说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 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因为我仁慈理疾度呢 葡萄园这个比喻 大家都耳熟能长 今天我们就再次由这个比喻里面 去了解一下天国恩典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活出恩典的 要明白这个比喻 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在那里 讲这个比喻 我们要先看最后那句 最后那句很特别 最后那句 其实大家都听过 常常听过 因此 第十六节 不知道power point有没有 这里看不到 第十六节 他是这么说的 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信耶稣的鼎姊妹很熟悉这句 但有数不知 原来之前有一句 即是说 即是说 讲这个比喻之前 这个二十章 即十九章的最后那一节 都讲过这句说话 如果你们有圣经 你们可以揭开圣经去看 这个是第三十节 即是说第十九章的三十节 原来讲过这句说话 我读给你们看 读给你们听 ok了 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即是说这个十二十五节的比喻当中 他夹着这个在前在后 很明显和在前在后有关 然而这两个字 第十九章三十节 然而这两个字 即是说说之前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简略起说 他发生过 就是在第十九章十六节 讲的那个少年财主 少年财主去见耶稣 问耶稣要做些什么 我要做些什么的善事 才可以得到荣生 然后耶稣就跟他说 你卖了所有的分级穷人 又跟我 那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彼得又在插嘴 彼得怎么插嘴 他说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你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然后才去到这个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和什么相关呢 第一 和我们的耳熟能祥 什么在前在后在后在前有关 第二 和财主问永生有关 第三 和彼得插嘴有关 他就讲了这个比喻 我们这个讲道分开三部分 首先我们讲 遵守律法 有一个神学家叫做Pastor Chuck Smith 亦做中文叫做查克史密斯穆斯 他讲道 有两种人 有两种人 他希望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 第一种人是靠遵守律法 他们希望借着遵守律法 去赢取上帝的喜悦 就好像第十九章里面的少年才主 他说 他要靠自己的行为清义 所以他就直接问耶稣 要作什么善事 才可以得着永生 耶稣的回答 他就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靠敬父母 听着 当爱人如己 少年才主就 好惨啊 他怎么回答呢 这些一切我都遵守 还欠缺些什么呢 耶稣的回答就很妙 他说 你去变卖所有分级穷人 这个不是就是变相的爱人如己吗 其实耶稣心里便知道 知道律法中的爱人如己 少年才主是做不到的 耶稣不是刻意去指出 这个少年才主在说大话 而是少年才主高估自己所谓爱人如己 或者爱人 其实他真的做不到爱人如己 或者是爱人 然后耶稣扔着那句 他又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级穷人 原来还有一句 而且你要来跟从我 这个就是爱神 当然这个少年才主也做不到 所以总括来说 这个少年才主 他根本做不到爱人爱神 这个是律法的总纲 这个是人性 我们往往都高估自己 经常说自己多么爱人爱神 所以耶稣就说了 这句说话很出名 他说 骆驼穿过针眼给有钱人进神的角环容易呢 所以要遵守律法 能否得到永生呢 我们只要看到耶稣用骆驼和针眼的比喻 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没有人有能力去完全遵守律法 这个是没有出路的 他的生命自然就会很痛苦 靠律法这种的信仰 完全没有起落 还有 遵守律法带来比较 带来苦毒 譬如我们有时会比较 我给你敬虔 我又给你圣洁 我的理智力又高过你 我守律法又比你多 所以第十二节 我们去看经文第十二节 第一批的工人不是在埋怨吗 第十二节经文说些什么呢 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 努苦 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 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 耶稣导出这个世界 惯常的操作 多努多德 人人都喜欢赢 奖学金 都是颁给那些最优秀的学生 我们在信仰里面这种叫做配德 你是值得到这些东西的 所以遵守律法说的是配德 是不是配德这些东西呢 但是根据上帝的标准 靠遵守律法是没有人可以配德的 根本没有人配德永生 犹太人 尤其是法律赛人就是这样 他原本是上帝的选民 原本是在前面的 前面的意思不得只是时间上 旧约都有讲他们了 时间上 地位上 关系上 他都是在前面的 都跟耶稣在前面的 但是他仍然坚持 单靠遵守律法德永生 那就变成在后 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比喻 前讲 什么在后在前 在前在后 后面又是这样讲 包住了这个比喻的原因 这个比喻其实是讲给犹太人听 这个比喻 这两句是2000年前讲的 你想清楚 这个说话其实是预言来的 为什么 现今全世界基督徒 佔全世界人口 20% 五个有一个信耶稣 你再翻查一下 犹太人 犹太人信耶稣的比率是2% 这是遵守律法的后果 或者单单遵守律法的后果 接着我们要讲活在恩典 同一位牧师 刚才那位牧师描述第二种人 这种人是会明白恩典 接受恩典 以致活在恩典的人 所以我这里第二部分是讲活在恩典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其中最常听见的一个说话 就是 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 都是导人向善 现在呢 今天你就可以这样回应了 你说 基督教不单止道人向善 最重要是恩典 葡萄圆比义是上帝恩典的彰显 圆主比义是上帝 他和世界所说的 忧性劣败的价值观对着干 再说多次 上帝是对着干什么呢 对着干 忧性劣败 首先第一样东西 工人首先要被简选 只能够有工作的机会 葡萄圆是简选了才做事的 所以焦点是放在被简选 被简选就是恩典 是比喻为得着永生 第二 就好像那些 未信的被简选 成为基督徒 就得着永生 只能够去服侍上帝 而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去服侍上帝 然后上帝拣选我们 然后得永生 那次罪不要搞错 上帝拣选了我们 我们可以服侍 我们有永生 不是因为我们愿意服侍 所以上帝拣选我们 所以被简选是焦点 被简选是得永生的意思 有些特殷拣选都会问 这条问题 葡萄圆常会问的 就是十二个钟头 和做一个钟头 都得一个银币 上帝是不是公道的 这个问题常常会问 我又尝试去解答 既然耶稣讲的是恩典 那就是超越人所配得 所以恩典其实是超越公平 它不是不公平 它是超越了公平 恩典是什么 因为原主 这里很重要 这个论点很重要 你们先听听 恩典是什么 因为原主见到每一个工人 需要的是一样 他见到每个工人的需要是一样 所以他给一样的工钱 而不是按时计工钱 这个是世界做的 上帝不是这么看东西的 上帝不是按时计工钱 上帝的眼睛看到你的需要 所以每个人给的永生都一样 这个重点是 活在恩典 就是证明自己所领受的是不配得的 遵守律法 根本不能够与神和好 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的出路 看见到我后面的十字架 你又见到神的公义和恩典 在这里可能要带开一点 去重温一下十字架的道理 耶稣两千年前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 成为每一个人的代属 所以你的罪 和我的罪已经代属 罪的功架已经完完全全的扶清 静下的只有恩典 只有恩典 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也恩着我们的信心 而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赐的 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信心是重要的 信心重要到怎样呢 信心是唯一讨好上帝的方法 因为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还上次寻求祂的人 好了 你若然信了耶稣 还停留在和上帝讲数的阶段 那你就未完全进入 活在恩典的阶段 或者你未完全明白 什么叫恩典 好像我们看经文的 第十二节 第一批工人已经被邀请入 葡萄园 还埋怨 他怎么埋怨 第十二节怎么说 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 这些后来的只做了 一个小时出给他们 跟我们一样的工钱 这个就是和上帝讲数 和上帝讲数不止这单 刚才彼得的插嘴 就讲数了 记不记得之前有彼得插嘴 彼得怎么插嘴 我们看经文第十九章二十七节 我读给你听 那时彼得对他说 你看我们已经写起一切跟从料理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他有讲数 彼得 大弟子 不止 讲完这些比喻 还有人讲数 你再看后一点 二十章的二十节 二十章的二十节 又有人讲数 记不记得 西比泰的儿子 西比泰的儿子 和他的母亲 西比泰的儿子是哪两个 雅各和若翰 和他妈妈 问耶稣 不是问耶稣 还求他 求什么 求你下令使我 这两个儿子 在你的角里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这样 人性 挺难搞的 耶稣讲得很清楚 可能比喻 他还要想一想 充满讲数 信了耶稣也是这样 接着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和第一批工人的回应是怎样 这句真是正 这句简直能压倒性 说完之后 这人没有人出声 我看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就是耶稣的回应 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 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因为我仁慈 你习道呢 是吗 恩典 是上帝安排的 我认识一位很敬虔的小弟兄 他的父亲 突然离开这个世界 还没信耶稣 这位小弟兄 心里面上上埋怨上帝 他心里面这样想 我这么敬虔 为什么你不让我 父亲信耶稣 最惨他每一次 听到某某父亲 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可以信到耶稣 他心里面就很酸 很不舒服 我又认识一位老姊妹 他的好友因为病离世 都是没有信耶稣 但是他就因为自己没有尽力 没有多点的时间 去向他传福音 去责怪自己 责怪的程度 甚至有情绪病 进了医院 所以我希望 希望刚才耶稣那句 压倒性的经文 能够成为这个小弟兄 这位老姊妹的提醒和安慰 圆主 即是上帝 他亲自作主 他亲自拣选 甚至他治下其他的恩典 都是照他的意思 跟我们没关系 跟我们做了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没关系 弟兄姊妹 我们原本什么都没有 现在 现在 现在却活在恩典里面 就好像第十三节那样说 耶稣在葡萄园里说 朋友 朋友 我并没有亏欠你 坐得在那里 上帝已经赐下他的恩典 赐下他的 永生 恩典 是不需要靠好行为 不需要靠拥有得多的 因为 恩典是上帝所持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活在恩典的道理 我们才会真正的谦卑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当我们明白恩典 或者活在恩典这个道理 真的明白很清楚 你才会有真正的谦卑 你自然 你自然就不会向上帝 讲素 经文都有这样说 亚国书里面这样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基督徒生命 就是活在恩典里面的生命 记得要常常 谦卑自己 第三部分 活在 活出恩典 又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 活在恩典的阶段里面 我们要活出恩典 因为恩典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侍奉 都不是因为要赢取 赢取救恩而做 所以我们的侍奉不会勉强 所以我们的侍奉 都是甘心乐意 都是喜乐 举个礼 又有一个小弟兄 最近约了一个煤气公司的师傅 大约11点左右 来到家里更换这个煤气喉 现在疫情都这么搞 找一个陌生人进去 很小心的 进门口之前 就要求师傅脱鞋 脱鞋很稳定 师傅进门口就脱鞋 谁知道沿途就印着 很湿润的脚印 有点意外 又有湿润的脚印 因为原来是为什么呢 原来外面下大雨 什么都湿了 搞到远度也有脚印 这个小弟兄弟的反应是什么呢 哎呀 又要抹地 又要抹地 接着又转念 很奇妙 上帝的恩典 他转念 他心里面想 真是辛苦这位师傅 跑来跑去 全日地濕着脚 其实那个小弟兄都试过 是吧 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这个小弟兄决定了一件事 当这个师傅离开之前 送了一对新的墨给他 这个新的墨 是额外 是可以不用给的 恩典就是这样 活出恩典不是我们的天性 刚才的例子 第一个念头不是说送密 我们的天性 是习惯都想自己先的 所以要活出恩典 要留意一件事 我们要刻意的 我们刻意去想其他人 我们刻意向外想 不要向里面想 我们要上心 这些东西要上心的 不是有空之想 要付出的 当然我们是需要操练的 生活上如此 在教会里面的事奉亦是如此 我们回到经文看看 活出恩典有什么提醒呢 我就看到三个提醒 我们可以看第一节 第一节这么说 他是家主 家主就清早出去 聘请工人道 他击葡萄园工作 想想家主不用亲自出去 对不对 他还要出去五次 刚才不是他选择过 出了五次 就是说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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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去 我说到很远了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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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去 出了五次 亲自出去 他第八节说他有管工的 不用他说也知道有管工的 家主说原主也会没有管工的 管工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七字出去呢 他不是单单为着葡萄园 找到合适的工人的 他是关心 他关心有需要的人 关心到程度是怎样的 你猜 最后一个小时都出去 说得差点 剩下一个小时都没有人请都不放 我们说叫罗底橙 基督这么久都没有人请 他都出去请他回来 还要做一个小时 他看到人的需要 这个就是个恩典 我们要活出恩典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活出恩典 我们要愿意出去 愿意出去 只有出去 我们只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 不是的 最近疫情我们留在家 有些人背在教会 好像很少背在教会 是传道人背在教会 我们又怎样可以成为 上帝恩典的出口 其实耶稣都是一样的 他常常去到各城各乡 去到人群的里面 医治病人 教导人 教训人 当然最重要 他是宣扬天国的福音 所以活出恩典 就要好像原主 或者好像耶稣的一样 成为一个愿意离开自己 安舒区 愿意出去的基督徒 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愿意出去 我们就见到很多人 除非人都躲起来 因为我们见到很多人 见到他们生活如何困苦 颠配流离 这么夸张 颠配流离 他们的生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他们的生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活出恩典 我们要像主耶稣 要在他们中间 去听他们说 去关心他们 去陪伴他们 为他们代祷 最重要 最重要 引领他们认识上帝 认识福音 让他们能够活在恩典里面 得全家 得全家 得全家是上帝私下恩典的地方 我想都没有人反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活在恩典当中 就是因为有福音 我们已经得着最宝贵的救恩 所以要活出恩典 我们要出去寻找那些 未接受福音的人 具体一点 得全家是有得全报道探访队的 我当然知道 我是其中一个人 他们定期去人制医院探访 除此之外 我都没有遗留 我们大时大节 还有一帮年轻人 我们的积清 这帮弟兄姊妹也会出去 出去大祸口区的堂楼 劏房 去派蛇齋饼 好像没有派蛇的 只是月饼、水果、粽 当然要结合福音丹帐 藉此去传扬福音 这个就是活出恩典 当然疫情的关系我们被迫停止 但是弟兄姊妹留意 人的需要是没有因为疫情而暂停的 所以我们的福音工作不能够停的 我们仍要很上心 我们还要留意机会 随时愿意活出恩典 第二 活出恩典是不计较的 是慷慨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恩典的本质 对不对 好像比喻一样说 12个小时就一个银币 6个小时就半个银币 对不对 如此类梯 对不对 但是原主不是这么计算的 他不是这么计算的 他如果做生意是死 他真的是 他就是一个活出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要操练的 其实也是 我们要操练 操练慷慨 我们要从小的慷慨开始 去操练到大的慷慨 我们有信心 我们信心是什么 我们信心上帝是丰盛的上帝 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 我们信心是什么 我们信心是我们愿意付出多的时候 我们领受得多 是吗 圣经真言有这样说的 你信不信圣经 他这样说 有诗散的却更增添 再说一次 有诗散的却更增添 有论识过渡的反至穷佛 好诗舍的必得风雨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这个是神觉的原则 是上帝的应许 同时间 又倒转说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领受得越多 我们就要付出得越多 我们就要付出得越多 就好像路加福音那样说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帝兄姐妹记得的这句经文 这个也是神觉的原则 也是上帝的应许 有时我们不愿意付出 是因为我们不够信心 所以诗篇也有提醒 诗篇里面这么说 他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他说 你要大大将后 我就给你充满 这个也是上帝的应许 不论信心 不论我们怎样慷慨 我们都需要操练 要按步就班 今天 今天我们不如立志行第一步 让我们活在 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 能够变成活出恩典的人 我们总结了 教会作为神的家 就应该拥有超越公平 活出恩典的气质 或者我们英文叫DNA 有些基因 我们有这些基因的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要常常去留心 其他人的需要 愿意服侍 愿意付出的状态 最后我用德传家报道联所安排的 作为结束 记得 记得 这个恩典是源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未接触这个恩典的源头 就是这个福音 成为我们活出恩典的首要大事 所以德传家今年是报道联 报道是我们首要的大事 第一 第一 尋找福音对象 为他们祈祷 所以第一件事 德传家已经准备了这张卡 可能你收到了 德传家制作的这张叫做 为微信主对象祈祷卡 星期四 9月17日已经记得了 记得出去了 不知道弟兄姊妹收不收到 请各位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这张卡 是一个活出恩典的卡 我们填了我们的福音对象 我们为他祈祷 第二 德传家每个礼拜日下午2点半到3点半 正式再说一次 有些部分人都知道 因为那些报道队都知道 每个星期日下午2点半到3点半 有福音班 不是的 应该不是部队接 是长刊有写 说错了 有福音班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有些亲友对福音有兴趣 可以陪她来听 一起参与福音班 第三 如果你没有福音对象 没有福音对象 可能身边的人都相信耶稣 或者你认为她暂时跟她说 她都不会相信耶稣 你可能考虑第三点 就是8月初开始 正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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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街头的报道 两个小时的 这样 如果你愿意参加 所有街坊就会成为你福音的对象 你不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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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在街上觉得很好笑 我说在街上都不敢对象 我真是不敢对象 感谢上帝的恩典 自8月起 我们出队8次 楼下16个街坊的电话可以跟进 这是得全家的事 请弟兄姊妹 去勇约地去活出恩典 将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 福音本是上帝封诚的恩典 不是我们配得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上帝的封诚 纵然我们不配 我们因为信耶稣 我们生命变得封诚 我们深信上帝会祝福得全家 因为 若然我们能够活在恩典当中 我们就立志去活出恩典 成为要事奉 还要事奉中有喜乐 第二 要出去 又出去 和再出去的基督徒 第三 要操练 让自己愿意 慷慨的付出 我们但愿上帝赐福 让得全家 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